今天一天我沒有改啦 就不知道台南槍是什麼 還要我改 啊... 留改 改了XXX 大家好 我是劉恆威 小黑 前陣子有一個新聞 有台南人到影院圈發展之後 他被要求矯正他的台南槍 但是到底什麼是台南槍呢? 而且難道有槍掉就一定要被改正嗎? 難道我們不能有 刺線槍或打鼓槍嗎? 可是他要有這麼多槍掉 到底什麼是台南槍 所以我們今天就到街頭 去訪問一下台南市民們 他們到底是不知道什麼叫台南槍 他們對於台南槍 需要被矯正有什麼看法呢? 你們兩個是台南人? 是 是 你是彰化人 你是彰化人怎麼也沒關係 你們是台南人嗎? 是 我國用人 這要怎麼聊? 這是 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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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是這個雙嗎? 雙啊 雙雙啊 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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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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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棒 這個回答我們喜歡 阿姨妳們不知道什麼是台南香 沒有啦 欸 我不是欸 我不知道 因為我去高雲找的人 欸妳們都不能欸欸 是嗎? 是嗎? 沒有 有人說台南人會後面加一個 你知道什麼叫台南香嗎? 阿捏妮 台南香我沒什麼知道 我高雄人 好 高雄有什麼Q 我沒把你沒什麼知道 台南香好聽啊 我覺得台南香好像很會講什麼 妳啊 妳 我一定會稍微提高一點點 大嗎 大 大是那個 管理的啦 管理也算台南啊 也是啊 什麼什麼大 我不管生活在哪裡 都會有習慣強調 都不知道台南香是什麼 還要我改 有的人會聽到 有中華Q 還有台南Q 有的人聽到他就知道說 喔 妳是來自哪裡的人 欸我覺得那是一種 語言文化吧 所以我是覺得不必 要改 不用矯正 不用矯正 我們叫他矯正一下 他的台北腔 好兇喔 為什麼要改掉 每一個人有他的母語啊 有他的習慣用語啊 為什麼叫別人要改掉呢 這個沒道理啦 我覺得很荒謬耶 因為本來每一個地方 就會有自己的語言啊 就像妳外文也是啊 像妳的美國 也有美國的西岸的腔 跟東岸的腔 可是並不會有人就糾正 妳一定要講正統的英文腔啊 那台語本來就是啊 就算我們台灣這麼小 還是都會有自己習慣的方式講話 這其實是有點他們的大中華民族的 那個情節在作詞 好像妳一定要講正統的北京家 然後這個才叫做是正統的國語 可是問題是說 今天我的認同是我是台灣人 那你跟我扯什麼什麼中華民國 扯什麼華文 我講話的語言的將調 你們聽不習慣是你們的事 對啊 那我為什麼我要糾正 一年而已啦 可憐啦 有時候有人跟妳講說啊 妳有剛才說要改 妳要怎麼改說 我們台南人都會說 經過一天的訪問之後呢 我們發現 台南市民對於 被要求矯正台南腔這件事情 幾乎都是有辦法接受的 過去台灣的演藝圈裡面 長期的扁低奔突語言 只要使用奔突語言 或是有奔突語言腔調的 往往都是負面的形象 但是我們認為 任何語言都不應該被形式 所有強調也都不應該被強迫講證 正是因為台灣是一個 多元族群融合權的社會 這樣的多元造成了今天 豐富且美麗的台灣 自由民主是台灣人 願意共同捍衛的價值 而我有尊重才是促成 自由民主的重要基石 第一次上鏡頭 不用看到你們年輕人很高興 給你們機會啦 跟鏡頭說掰掰 掰掰 掰掰 耶 跟鏡頭說掰掰 謝謝 掰掰 如果想要看更多小黑的話 要記得按讚 然後自信看黨部的粉絲囉 掰掰 我幫你拍 啊你先看我拍 來 怎麼這麼貼心啊 第一個 欸我先 我先開一下不好意思 共同願意捍衛的價值 我撐卡 不然就把他講完 共同願意捍衛的價值 不要笑 台灣的演藝圈呢 長期 一直呢 不行 重來 謝謝 要記得 要什麼 要記得按讚 再一次喔